在中国历史上 唐朝可以说是最为鼎盛的朝代 在那个朝代文化昌盛 万国臣服被称为大唐盛世 如果让大家选择可以回到过去的一个朝代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选择唐代 那么你知道当时的唐朝有多可怕吗 看看这些被唐军消灭的国家 你就知道了 大家好这里是天天讲故事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自隋朝以来 高昌国就一直向中原王朝进贡 甚至连国王也经常亲自来中原朝贡 到了唐朝时 高昌国的国王变成了屈文太 当他来到刚刚建立的大唐都城长安时 看到的是一片荒凉之景 在联想过去隋朝的繁华景色 屈文太自认为中原已经没落了 正好还赶上此时的西突厥 也在拉拢高昌国 于是 趁此机会 与大唐同为汉人的屈文太 便归属了西突厥 在丝绸之路上不断地袭击唐朝商人和使者 屈文太愚蠢地以为 他已经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平起平坐了 然而 他却没想到李世民却用大军告诉他 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当消息传到李世民耳朵里时 李世民大为震怒 当即派遣大军进入西域 讨伐高昌国 本以为屈文太是个汉子 敢与唐朝军队一较高下 他一听唐朝大军道来 竟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成了千古笑话 而高昌国自然而然地也就被灭了国 改为西州 贞观时期 天竺国的国王施罗亦多 十分仰慕大唐国主李世民 并主动派遣使者到长安 表示愿意臣服唐朝 在施罗亦多接受了李世民的诏书后 唐朝和天竺国的君臣关系就确定了 贞观二十一年 施罗亦多去世后 天竺国内出现了叛乱 新继位的国王希拉迪提亚 被叛军杀死 叛军首领阿尔求那明确表示 不再听从唐朝的调遣 这让李世民觉得很没面子 为了扬大唐国威 李世民让使者王玄策 直接从唐朝的蜀国 借了八千士兵杀入天竺国王宫 升擒阿尔求那 将其带回长安 定方原名苏烈 自幼力大无比 长得飘悍强壮 十五岁就开始冲锋陷阵 贞观四年 苏定方跟随李靖一起征讨东突厥 在弃口 苏定方率领两百名骑兵 趁夜突入东突厥的大营 斩杀上千匈奴人 荡夜 仅有东突厥首领杰利克汗 和几十名随从跑掉 随后 苏定方又在殷山大战东突厥主力 升擒杰利克汗 东突厥从此灭国 永辉六年 苏定方六十五岁时 再次临危受命 率领大军出兵西突厥 一路斩杀数万匈奴人 升擒西突厥克汗赫鲁 西突厥灭亡 贞观前期 唐朝曾与薛颜陀结盟 对付强大的东突厥汉国 630年击灭东突厥 东突厥失败后 薛颜陀的珍珠克汗疑南 接管了东突厥的故土 薛颜陀沉浮于唐 暗中再扩大自己的力量 639年 唐太宗试图恢复东突厥 雍利斯利弊克汗阿什纳斯摩 以抗衡薛颜陀的崛起 薛颜陀与新恢复的东突厥 进行多次战争 以防止唐朝的抗衡 为了避免薛颜陀打败东突厥 唐将李济在641年战胜薛颜陀 但是644年 趁唐太宗征讨高距离的机会 薛颜陀部队发起新一轮攻势 击败东突厥 迫使阿什纳斯摩逃回中原 随后 高距离寻求薛颜陀的援助 但宜南希望避免与唐朝直接战斗 645年 宜南死后 他的儿子多米·克汗·巴卓 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 646年 唐军反击并打败巴卓后 薛颜陀的附庸回合出兵 将他杀死 拔着的唐兄伊特务师克罕多摩之 向唐军投降 薛颜陀灭亡 唐灭百计之战 是660年发生在百计和唐朝 新罗之间的战争 原因是百计联合高距离 阻碍新罗和唐朝交通与进贡事宜 唐高宗屡次下诏威吓百计无果 在新罗的一再请求下 唐朝派左五位大将军苏定芳 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 率左萧尉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讨伐百计 百计一辞亡与太子 最终不敌大唐军队 逃向北部边境 次子扶于太自立为王 率兵固守 扶于龙的儿子扶于文思 率左右于城归降 百姓皆从之 苏定芳乃命士族登城立志 扶于太处境窘迫 只好现成请求处置 此后 扶于一词 扶于龙及各城城主 亦相继投降 百计宣告灭亡 635年4月 大唐出征徒古魂 李静挂帅 李道宗 侯军籍为父 这一战打的徒古魂 几乎要灭国 这时唐朝却说 徒古魂建国已久 不忍他被灭 所以又扶持了 扶允的儿子扶顺 做了徒古魂王 因为扶顺曾在唐朝为人质 一直向往中原王朝 主张和中原王朝交好 不过扶顺不久就被杀了 唐朝在慎重思量之后 就立他的儿子 当时徒古魂的燕王 诺和波为克汗 可是诺和波继位的时候年幼 国内很多有权的大臣 为了争权夺利 徒古魂再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 李世民派大将侯军级 率军杀进徒古魂 一举荡平了各种反对势力 再次扶持诺和波上尉 并封其为克汗 和原郡王 从这一刻开始 徒古魂开始使用唐历纪年 奉唐国号 还嫁了红化公主给他 李治继位后 直接拜诺和波为大唐驸马都尉 就在红化公主 忙着帮助大唐 与徒古魂 建立全天后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 青藏高原上的另一位霸主不舒服了 这位霸主实力远在徒古魂之上 他就土翻 在徒古魂附属唐朝时 和土翻的摩擦不断 最终 在663年向北扩张的土翻 趁大唐示弱 一战就灭了徒古魂 最后一任徒古魂王诺和波 也是大唐的驸马都尉 被迫和红化公主率不中逃往梁州 失国之后的诺和波 带着亲信数千投奔唐朝 被安置在灵州 大致就是今天宁夏灵武 至此 徒古魂算真正灭亡 从313年 慕容徒古魂建国到663年 最后一个科罕慕容诺和波归唐 徒古魂一共经历了350年的国作 堪称长寿王朝 此后 大唐派薛仁贵率军进入青海迎战土翻 这也是薛仁贵第一次挂帅 结果兵败大飞川 还被贬为平民 再后来 大唐又屡次帮徒古魂复国 到宋朝又和契丹等各民族融合 宋朝以后文献才没有徒古魂的记载 唐朝的疆域最鼎盛的时候 已经有1237万平方公里 分别和贝尔加湖 中亚离海接壤 作为中国最鼎盛的时代 唐朝前后共灭了30多了国家 可谓是微名远扬 养我国威 才有了众国臣服的大唐盛世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